我们的镜头带您去花都巴黎 大部分的势荣惨不忍睹 法国有高达七成的公民反对 延后退休的改革法案 引发第十一轮全法国的示威抗议 警民冲突最严重的地方就是首都 现在打杂烧 那么都是暴动里面经常发生的现象 示威的群众痛批 马克宏是独厚富裕阶级 活在平行的世界 所以像是马克宏最喜欢去的巴黎小酒馆 遭到驰鱼之央被民众放火怒烧 这次政府跟工会的谈判又破局了 双方都指对方破坏民主价值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4月14号 法国的宪法委员会会裁定 法国政府是引用宪法条款 跳过了众院的表结 可以强推延后退休的法案 但是宪法法庭会讨论 这个委员会会看 马克宏这么做是不是违反宪法 带着大批企业高层到北京 法国总统马克宏谈生意 也谈世界和平 但他站离的法国国内 反退改乱象却越演越烈 1月中至今第11轮全国串联抗议 尽管总人数减少 但也超过50万人 愤怒情绪与暴力冲突更不减反增 大城里扬高速公路被堵 首都巴黎街头更像战区 工会与政府就退改方案谈判 依然无果 镇报警察出动一万两千人次 带头抗议的工会痛批政府 只有镇压驱赶 完全无视民意 誓言会在街头抗议 直到退改法案被撤回 反退改抗议演变成官民双方对民主价值的争议 官方认为目前只要是代表政府或是公家的标志建筑 都遭攻击或涂鸦 报名非民主 马克宏声称上千名远警受伤 但法国警察也被控滥用武力 数百民众受伤 升高革命情绪 民众认为根本是马克宏率领的内阁 官逼民反 政府强行通过延后退休年龄方案 警方又镇压抗议民众 如今的巴黎街头不再浪漫 只有满城混乱 此时来巴黎观光 也算能看到期间限定的革命风情 被控对记者和民众过度使用武力的 镇报小组警察 同时也是民众发泄怒气的对象 巴黎各股基于观光景点前 也近视抗议群众 据说是马克宏最爱的巴黎小酒馆员 听咖啡遭到迁怒 屋顶被烧 员工无奈地爬出二楼阳台 撒水灌旧 寿星阶级们认为 法国政府明明可以向企业征税 弥补退休基金短缺 为何却坚持只拿人民开刀 打倒资本家的怒意狂烧 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 贝莱德投信 巴黎总部也遭抗议民众 强闯 进入打杂烧 许多银行与商家也遭殃 民众痛恨有钱有闲阶级 逃过被剥削的命运 工会领袖更痛批马克宏政府 并拒绝再谈判 马克宏两次任期内 先后发生黄背心与反退改 两次大规模社会运动 法国历史已然会为他记下一笔 4月14日 法国宪法委员会将裁定 政府强度关山的退改法案 是否合线 以及审查左翼政党发起的公投案 冠名对职僵局能否打破 下周见分晓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帐徹 还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